管理,适合Cellcom公司变成了第一名 首先我会大概介绍一下整个Case的背景 首先这个Case的主角是Cellcom公司 它是马来西亚最大并且成立时间最长的电信通信公司 然后在2006年Cellcom遭遇了亏损 并且调到了好业的第三位 然后在他们的高阶主管想要找出问题并改正这个错误的时候 他们发现整个通讯产业在马来西亚已经非常成熟 因此很少有机会可以去吸收更多的客户 他们做的应该是要改善客户的体验 然后要怎么改善这个客户体验呢 他们公司采用了由Oracle公司开发的Bestia Support System 这个Oracle公司你们可能都知道是美国加工公司 在凯尔福尼尔的Rail Shore 是一家很棒的软件软件公司 应该跟Microsoft差不多 然后通过运用这个System来达到整个复刻信息 中期化管理传播和加速整个商业流程的问题 然后我们通过对客户的几个Case的Question进行解答来 大概已经整个Case在讲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问题 整个这个Cell phone公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遇到的问题是 他们没有一个整合的信息系统 他们只有一个分布并且孤立的Information System 然后使得他们不能给完整的提供一个对客户的解释 然后是什么人,什么组织,然后是什么基础导致这个问题呢 首先,刚刚也说到了 他们马来西亚的整个市场是相当成熟的 然后他们的客户从年轻人到老人 他们对客户的需求是从线下到线上整个不同的通路 因此要整合整个线上线下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随着新兴科技公司的例如Sky, Google, and Netflix 很多人在不同的装置上运用网络服务来进行交流 然后这样产生的费用 Cellcom公司也是没有办法来估计并且搜寻 第三个是Cellcom公司没有办法来整合所有客户的所有新Information 因此他们不能够通过一个数据库来体现 来检视整个,来检视一个顾客的所有信息 然后 然后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Cellcom公司的策略就是 主要是来改进客户的用户体验 包括建立一个单一的客户的信息记录 从线下到线上无缝的显接 然后 减少解决问题的时间 来吸引 来吸引市场上欺压对手的客户 然后 客户关系管理 在这个角色中的角色主要是十分关键的 因为在整个Cellcom提到他们高阶组 刚才选择这个Business Supporting System的时候 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 这个System可以给顾客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然后 在之后的运营时间内 高阶组管的CEO还会每两周开始会来针对这个 顾客关系管理进行讨论 然后 这个Cellcom公司的解决办法 主要是通过安装这个 Oracle-based Business Support System 来改变公司的技术 商业流程和人 然后 这个解决方案主要的 想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人的方面 刚也提到了 因为它是一个成熟市场 所以说很难破坏原本建议的客户关系 因此 因此他们 没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吸引新的客户 第二个组织来说 这个新的系统 可能 要整合顾客的交流管道和通过它的零售通路 来实现客户体验的提升 然后在技术方面 Cellcom公司需要一个完整的整合的系统来检视客户的资料 然后 运用了这个解决方案之后 带来了什么效果呢 首先 Cellcom公司提供了客户化的服务 因为他们有对顾客有个性化的历史追踪 然后有跨市场行销和向上行销 然后有他们的客服人员反应更加快速 然后手机的激活也更加简便 然后薪资发放也更加频率更加高 然后是损货的管理更加有效 然后使得商品能快速的流动 然后 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整合的产品目标 来达到他们的品牌需要的目标 然后至于他们的商业模式受到什么影响呢 首先它整合了客户的活动 和公司的交易环道之后 减少了问题解决的时间 然后为客户化进行市场的区额 然后还创出Cellcom公司 替代了17个原本的系统 仅用了这个加工公司开发的一个系统 然后使Cellcom公司 雇用对这个系统比较熟悉的员工 并且将他们的IT主管和商业主管 同时叫过来来建立这个项目 然后它使得Cellcom公司 同时还将原本的一些技术化的词汇 进行简化 使得一些他们的零售通路伙伴 更加理解他们公司的想要做的目标 然后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新的 找上型的APP 为了给那些Cellcom公司的通路伙伴 然后简要的简要的说 有两个例子 首先他们的薪资发放更加的频率更加高 然后他们的成后管理更加有效 让他们可以被追踪 他们的存货管理 通过来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法 和对于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关系 来加快他们的产品变速速 然后以下是我们进行简单的一个关系 首先是人来说 他们整合了CEO和高业主管 然后这边Organization方面采用了 改变他们公司的技术人员流程的策略 然后搭配独立的顾客 顾客记录和APP 和一个E-Metri的监管 来并且采用了这个Oracle公司 就是本开发的系统解决这个重困 然后以下是我们的几个结论 首先 总有交易对手可以在价格或者在创新方面 所以说我们必须找到自身的优点 然后必须来能够创造它们 第二个就是要创造出市场的区别 然后了解到市场需要什么 并且制定长期的策略 熟悉市场上各种设备 然后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他们用的用处帮到最导 第三个是顾客导教 然后公司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 顾客所需要的 而不是自己想要做的 以上就是我 好 我们先谢谢他们 问个问题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可以等候 只是因为导入Oracle吗 还是很难受呢 我觉得他们 他们对这个 他们的原因找对 就是他们要提高他们的客户的体验 所以就是说他们才从公司的策略面上 就把它定位非常清楚 对 所以他在推动上会比较有着力一点 你高级主管就可以 必然是要往那边走 好 谢谢 来 我们下一组一起 好 谢谢